這裡面穿比基隆 好漂亮喔 夠吧 偏短一點點 再上去可能就會看到內褲那一種 還可以拉太開了吧 因為大彎腰那一種就 我們的禮物 來 幫我送上來一下 我很有大哥喔 來…看一下 謝謝… 為什麼是全黑的啊 你是不是覺得黑錢瘦嗎 所以你就說我很胖的意思嗎 沒有 我覺得你再更瘦 看起來就會更迷人 爸 我真的要穿這個嗎 沒錯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挑嗎 來 第一點我先跟你說 為什麼會有手套 因為其實我們在一般發生緊急狀況的情形下 我們都會下意識的先用手去撐 所以其實手套對我們 除了安全帽以外來說 都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容易受傷的地方是不是 對 就是其實是手的部分 因為真的我們下意識 所有狀況都是手會先下去撐 真的 你看我車禍商這邊就是一個 對 你看這個就是 就是很習慣這樣 今天特別幫你挑的願景 對 然後你看像它這個是有一些護具的部分 但這個 我覺得應該有更好看的部分 是不是也挺帥的啊 好的 我覺得你滿帥的好 謝謝… 我不客氣 好吧 那既然你不喜歡我幫你挑的禮物 那你自己挑一個 可是 又怎麼了 你需要滿足我一個條件 必須加入一點你自己的性感的元素 對 好好好 那我怎麼一定要挑性感的 我們身後這一圈 Woo Woo 你還不是同一群 好棒啊 哈哈 好啦好啦 我幫你們摸福利耶 好好好 就是觀眾吧 再挑啊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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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妳穿好了沒 好了 好了喔 那我可以進去看一下好不好 不要啦 我以後我幫忙會比較好穿 我不需要 真的嗎 真的 可是我我付錢耶 所以我們現在是第一套啦 這一套是比較讓你可以在那種 專業的賽道上面可以讓你去騎 唉唷 好了 準備好囉 好 讚 還滿好看的 超帥 因為我穿起來有點那種 金剛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自己現在變本牌了 它的這個兩側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它比較建議一點 其實這個護具的部分 它是很重要的 因為畢竟以原廠規範來說的話 它是希望你是不會移動的 一定要來試穿 這是會變得重要的 我這樣很貼很貼這樣子 對 那妳覺得現在怎麼樣 還OK嗎 就是硬硬的 妳現在需要一個Candwall Candwall就會變軟嗎 很奇怪 妳會走路嗎 我會 真的嗎 我會努力在走 欸 不過性感這些是不能帶回去的喔 很性感 這個鞋子會一直乖乖乖的 這是性格不是性感 我知道 來 下一套好了嗎 好了 來…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還不錯耶 比剛剛那件就是沒有那麼多 比較舒服輕鬆一點對不對 對 給你們看厲害了 我期待一下 因為今天呢 等一下 多厲害… 你會嚇到 會有多嚇 受盡嗎 應該會喔 這個是小孽他 不要Cue我 跟我吹過分子 不要Cue我 他說小孽 我今天裡面穿 比劍勒 好厲害喔 我其實還有準備挑了一套給你們看一下 好 期待… 你不要再看那邊 我沒有 我沒有 好穿嗎 好穿 可是為什麼會一直聽到一些害羞的聲音 不要吵啦 真的嗎 我們可能要坐久一點 我站好囉 好 來 我們換一下吧 來… 蠟的喔 期待已久 看起來就很會騎啊 這就是用在專業賽道裡面 這就是用在專業賽道裡面 但我穿起來怎麼好像有點大件啊 你真的太瘦了 等一下帶你去吃宵夜 這雙鞋我覺得我還沒習慣 我的腳踝基本上沒辦法彎 因為它會比較緊一點 在遇到這種真的撞擊的情況下 它才可以維持在 就沒刺這樣 對對對 你才可以真的完整的幫你做保護 我就完全不會受傷 對 你是完全不會受傷的 甚至現在最新的科技其實就是說 它裡面的內襯啊 它是有膨脹式的 裡面的內襯嗎 你在哪裡 哪裡 嘿嘿嘿嘿嘿嘿 哪裡 來來 帶大家看一下 這目前 這個是用在目前世界頂級的這個尺寸 都會使用的一個科技 它是一個氣囊衣 那你可以看一下 氣囊衣 它這個是有接的 有接口 它可以打進去 但是瞬間你受到撞擊的時候 它會瞬間膨脹 就有點像是安全氣囊的感覺 好酷喔 對 這個是目前最新的科技 欸 最新的話要多少錢啊 這個說真的不便宜啊 這啦 你覺得人命值多少錢 無價啊 對 所以 不用管這多少錢 兩萬到三萬左右 哇 對 那如果再加上這一整套的話 大概也是落在 一整套大概三萬塊 對不對 這整套嗎 對啊 對 所以我這樣就是 五萬 我這個人值五萬塊 請問 要刷牌還是附線 刷牌啊 沒有啦 我說衣服 衣服 刷牌 天生的 生來就有的安全氣囊 兩個 男生沒有辦法 男生就任命一點買這個 你還要放在這裡嗎 對 不是這個人 好像拖牌 還要放在這邊 另外最後一套好了 好了 最後一套 哇 這個 可以 看反應就覺得他們喜歡那個 這個的 好 妳覺得這套穿起來還OK嗎 就是一般襯衫然後over size 蠻舒服的 那像這一種的話 其實它就比較不適合單純騎車的穿著 不能穿這樣去騎車喔 其實建議比較不要啦 尤其是不要穿短褲 因為畢竟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那個引擎有一定的熱度 對對對 那女生很重視腳的部分 很危險 我剛好穿得穿 我這平常都跪太多了 所以你們最喜歡四套裡面哪一套 我喜歡第二套 比較有氣質一點 皮衣的那個 有點藍色 對 那套穿起來超漂亮的 來 瑤戴喜歡氣質沒 沒錯 來 亞大哥 咪飛今天穿的我覺得都不錯 他都喜歡 我覺得第三套連身的那個比較帥 連身的 為什麼你比較喜歡那套 因為那套女生穿起來很有殺氣 而且看起來就很專業 就算你不會騎車一直走在路上 你就哇 這個厲害的殺手 你是喜歡哪一套 有拉鍊的我都愛 沒有 他喜歡拆禮物 好 我自己的話呢 我覺得 女生只要懂得保護自己的 那我們都可以喜歡 其實我會比較希望就是說 不管是男生女生 大家要出去騎車的狀況下 盡量可以的話 我們都對自己有多一點的保護 因為有時候你會遇到一些狀況 你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那在這種情況發生的情形 如果說你身上是有穿 像 比如說像你上次如果是車禍的狀況下 你看如果有手套 有藏褲 這些 我相信 他的損傷一定會降到很低很低的狀況下 這真的好多喔 提倡一個觀念啊 就是說希望大家 你有安全價值的觀念之外 還要有人身不平的一個注意 因為現在我們不是騎得快 而是比誰騎得久 對吧 哈哈哈哈 我這樣也知道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的是大家都非常喜歡的 真理褲啦 那今天呢 我在這邊準備了六件的真理褲要來開箱 其中五件呢 是我在淘寶上面購買的 平均一件只要 30塊台幣 超級超級便宜 那其中一件呢 我是購買Nike他們出的真理褲 價格是40元美金 大概是台幣1200上下這個價格 所以其實落差蠻大的 可是我朋友跟我講說 我覺得長得差不多耶 後來一起都買了一件真理褲嗎 然後他們很傻眼 所以 我們今天 就來開箱真理褲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箱吧 好啦 第一件呢 就是深藍色的真理褲 這件呢 它的長度其實是 中間偏短一點點 再上去可能就會看到那一褲那一種 那我覺得真理褲就是真的 讓人家最心動 覺得是真的一地方 應該就是 大腿側面跟中間 這個不一樣的高底下 會讓你的腿顯得特別長 那這件會不會是1200件呢 大家猜一下 我們來看下一件吧 答案各位 這是我們第二件的真理褲 是不是還蠻少見的一種綠色呢 我覺得這個綠呢 蠻好看 它是有點偏馬卡龍 莫蘭迪的那種綠色 就飽和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呢反而會覺得很可愛 這件呢 其實比較短一點點 後面呢 屁股蛋糕快流出來了 雖然它的布料啊 是偏薄的這一種 可是它 我顯然好舒服 這件應該在家裡穿就好了 好那我們就準備來看第三件真理褲吧 哈囉我們的下一套呢 就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粉色真理褲 這件呢 我真的覺得它的布料 比剛剛那一件好太多太多了 那種純綿 然後很柔軟很舒服的那種綿條 這件它的長度 它沒有到很長 它是做的比較寬鬆的 不是那種超級貼大腿貼屁股的那種真理褲 因為其實真理褲它們都會分一種很貼身 一個是比較寬鬆的 像這種啊 你這樣彎腰的 屁股蛋也不會露出來 所以我覺得 像這種的真理褲 長度是最剛好的 因為我覺得不是說 褲子越短越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下一件真理褲 長什麼樣子吧 好了這件真理褲呢 我覺得是所有 褲子裡面顏色最鮮豔的一件 但是這件我覺得它是比較屬於那種 合身貼身的那種剪裁設計 加上它 頭上就稍微短了一點 如果再深紅一點應該會比較好看吧 這個好像姨媽紅 好像也不是這個 西瓜紅 但如果我覺得做成深紅色 酒紅色應該會比較好看一些 好我們來看最後一件真理褲是什麼吧 那這一件呢就是黑色的真理褲 大家應該會比較常見到的是這種顏色 它好像比較適合是 給我去運動的時候穿 因為它也是那種 非常寬鬆的繁型 但是它好像有點太寬鬆了 你可以拉太開了吧 因為很大彎腰那種 但是我覺得這件比較特別是 它的褲頭是用保袋的方式 它是用鬆緊帶 它可以比較好調節 也不會讓你累住的感覺 這件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再來是它的布料比較厚 又要比較實在嗎 那有點是它有孔帶 有一些耳機 手機 零錢之類的 就是有地方可以直接這樣把它放進去 那因為是經典的顏色 所以黑色的部分 我準備了兩件 給大家看另外一件吧 那我選的這一件呢 它一樣也是綁帶式的 而且它的側邊呢 是兩條白色的材質 是比較 排汗涼感的那種布料 摸起來是有一點滑溜溜的感覺 這是剛剛那一件 真理褲 這是我現在穿著的 相信今天就是很多真理褲 其實都長得大同小異 所以差不多 然後只是顏色跟它邊邊的 調出不一樣而已 那各位 你們心裡已經有個底了嗎 我們今天再來問一下 張屁屁她 能不能猜對這個價格 我說女生應該可以吧 用來打給張沛珍 欸 張沛珍 張沛珍 你大概覺得 我這件真理褲要多少錢 50塊 50塊 好 那我再畫一件 我再畫一件你猜一下 好了好了 來 這是第二件真理褲 你覺得會多少錢 我只要做了一條線啊 要把20塊應該可以包油 20塊 大概100塊 人沒病人沒病 我想做立東哥的朋友 在她的右邊 我就是她的Mr.Right 可是妳旁邊是逸祥喔 現在才戀愛這樣 現在是不是要使勁 妳們要私聊欸 打情罵笑 我特別喜歡買這種 比較性感的衣服 然後就很多 好習慣 好習慣 準備注意妳的表情 剛剛拍到妳 我準備了 你剛剛看 你真的嫌棄了 我沒... 對啊 剛剛我沒... 為什麼 可是我現在是很流行的職業 對 很康 號稱夢幻職業 對 像很多小學生啊 你問他 你將來想幹嘛 他們都想做YouTuber 對 對 然後也同時威脅到 演藝圈的一些藝人們 在心中 在民眾心中的地位 真的 真的 今天是要測驗 就是我們在電視圈 是不是已經尾巴了 尾巴了 尾巴了 最後一次 今天我們要實施 百人大調查 唉唷 喔 好不好 不是那種百人展那種 你不要問我 不好意思 米飛的訂閱的時候 不得了啦 各位 五十七點七萬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飛 不是妳那個五十七點七萬 妳的內容是什麼 跳舞啊 然後一些生活類的東西 請問妳的三位是 三四三四三十四 三四三四 就是主題字啊 對啊 OK 我這我這 明明就是三四二十一嘛 欸 你都知道嘛 二三 哇 你二三一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欸 我們用看就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一個點 一個作品 開始被大家 開始知道 熟悉 請問 你 是什麼樣的時候 喔 我是那個 也是模仿比賽出道 當然 運氣還不錯 模仿比賽出道完的 第一個節目就是 在康哥旁邊 你在模仿的時候就很紅了 是喔 因為方順吉嘛 社會是溜溜球球 方順吉啊 因為他來的時候 對啦 那時候康哥是評審 我第一個說 有沒有人說 你長得像方順吉 欸 他就去模仿嗎 我下一集就用方順吉 然後方順吉 就突然又回來了 因為很久沒有人看到他 然後今年還入圍了 男歌手 不是 康哥這個意思 叫你給全力經驗 沒有啦 沒有 一樣是你發覺的 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都蠻優秀的 那現在不對了 現在是 現在貴節目 國光幫幫忙 給我一個外號 叫全民輕鬆 不只一個啦 感情的情 野獸的鬆 還有 亞洲舞王 因為本身有亞洲病 是 所以亞洲舞王 然後去年前買個房子嘛 所以我是那個 房貸少年團長 房貸少年團 然後我是房貸少年團長 你很多稱號 很多稱號 亞洲撩妹王 很多哏啊 他有一次模仿正經一文 他唱佳厚 佳厚是什麼 佳厚 不是 他是說那個輪胎要佳厚 然後什麼車子才不會 要防火 佳厚啦 佳厚 生疏啦 真的啦 生疏啦 不要以為他在打阿劍 不是太好笑 OK 太好笑 咪飛 咪飛 因為一開始是Cosplay 然後就會自己做衣服啊 化妝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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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o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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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他講要不然就Cosplay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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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還有一邊做實況 然後朋友就跟我講說 之後YouTube會起來喔 你要不要做做看 我說好 然後那時候因為 通常Cosummer Co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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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小 Cosummer 就是很容易會自己化妝 然後去扮演一個角色 扮演得很像 可是你們在扮演的時候 那個就是動畫的服裝 也已經夠厲害了好不好 然後加上我自己就很喜歡買 都買新啊 然後特別喜歡買這種比較性感的衣服 然後就很多 好習慣 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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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你的表情 剛剛有拍到你 我怎麼 你剛剛 你真的嫌棄 我沒 對啊 剛剛我沒有 該輪到我了吧 我六十幾萬 他剛剛是你趕快往下看 就是看這一塊 對啊 他那個臉是這樣 不是 有了 我沒有這樣子 好 今天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在百人調查 我們有這個 每一個的排行榜 是 我們來先讓他們自己任務 我們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嗯 第八名是 夢夢無人 夢夢無名 夢夢無人 夢無名 第一名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唉唷 好不好 VV你覺得 我應該不是用排名來做的 你是用什麼 我想做三號位 唉唷 可以可以 太好了 難道是 旁邊 我想做立東哥的旁邊 喔 第一啊 我在他的右邊 我就是他的Mr.Right 可是你旁邊是逸祥喔 那你應該也知道豐田吧 你比較知道 唉唷 唉唷 現在現在才戀愛 現在是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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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逸祥旁邊啦 喔 來 這算運獎 對 好 我得了便宜賣怪喔 好 我們從最安全 四五名開始看 好 中間 中間 第四名是 第四名是算前段班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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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給他預測是第二嘛 到底多少人投他 一百人中的三十五票 好高耶 謝謝 謝謝 來我們看一下健康 知名度最高 應該是咪菲吧 對啊 很多男生應該都喜歡他 我覺得他還不錯 咪菲比較紅吧 跟朋友之間就是會 多少會提到啦 因為畢竟男性朋友 比較多一點 啊 女生 對 咪菲的話就是 看跟 酒man的影片這樣子 有看過他的新聞 之前會知道他 看他的影片是因為酒man 開箱衣服吧 要拍泳裝系列 看他身材 很好 奶很大這樣子 就認識他就只有奶很大 他的YouTuber頻道身邊 就可能有PO一些 跳舞影片我有看 就跳舞蠻厲害的 嗯 就其他就 女生 再加強吧 你們的知名度 一一 不要 不要 我喜歡你們的狀態 每天我都會有看 真的 真的 你們跳舞 搞不好他們三個就前三名啊 對 所以你不用謙虛 沒有 搞不好 現在都不知道 妹妹 妳這個時候要 要趕快安慰這些線上的藝人 我覺得你們真的都 我們快下線了 你們快下線了 沒有啦 防彈少年團都乾得罪 好 好 好 剛剛也有成 來 為什麼是賣的 來看看大家怎麼樣 醜不要緊 紅就好 現在風聲最高 應該會是立東吧 人氣最高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講立東 立東是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因為他比較 我個人覺得比較幽默 國光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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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看娛樂版不白到我看 魔王大盜 就是學那個阿知識 立東是在尬頭裡面看過的 謝忻裡面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他很幽默 他常常講那些撩妹根 我自己也會選 他就是做節目的時候 就可以帶動氣氛 非常的搞笑 滿好笑的 諧音梗 我比較吃諧音梗 對啊 張立東是最好笑的 我覺得立東他 長相很猥瘦 然後 牙齒很黃 然後 我看我是觀眾 的話我應該會 長太暗 你怎麼會幹嘛 特寫幹嘛 我上第一名後就有待遇嗎 哈哈哈哈 你第一名他有特寫多好 對啊你第一名啊 都不好 幾乎都是好聽的 謝謝謝謝